《科學人士書》《金平》 第十一回 潘金連擊打孫雪鵝 西門慶梳龍李貴者 各位上文講到孫雪鵝被西門慶打 教訓了一番 周生彤在草古南哭著 自然大波也聽到了 繼續怎樣呢? 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 復回來又打了幾拳 罵到賊奴才淫婦 你還說不欺負他 親耳朵聽見你還罵他 打的說我疼痛難忍 西門慶便往前邊去了 那說我棄的在廚房裡兩類悲流 放聲大哭 吳月亮正在上房 才起來梳頭 因問小玉 廚房裡亂說什麼? 小玉回到 爹要餅吃了往廟上去 說姑娘罵五娘房女春梅來 被爹聽見了 踢了姑娘幾腳 哭起來 月亮到 也沒見他 要餅吃連忙做了與他去就罷了 為何要罵他房裡 平白又罵他房裡丫頭枕的 於是使小玉走到廚房 絕倒說 娥和家人 媳婦忙做湯水 打發西門慶吃了 往廟上去 不提 那月亮就說 都沒見到她要吃餅 連忙做給她便行 那為什麼又要罵她房裡 丫頭呢? 似乎月亮一樣 就是偏幫一邊 所以小弟覺得 不問清楚前因後果 總之就是 最好你兩個不要吵了 搞定就好了 不要 在她的角度來說 是 在她的立場來說 你最好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那她就沒有什麼處理 其實人往往都是 站在自己的立場去出發 但是呢 跟著下去呢 見到 孫雪娥呢 就向月亮呢 就哭冤 說 其實你有鬼用嗎? 就是 這些情況 你明知道人家是什麼情 你明明知道 人家的想法是怎樣 你這個時候 你就說小句啦 所以見到她 真是很蠢 這說我氣憤不過 正走到月亮房裡 告訴此事 不妨今年然走來 立於窗下潛廳 見說我在房裡對月亮 你嬌兒說她枕的霸難漢子 背地無所不為 娘 你還不知淫婦 說起來比仰漢老婆還浪 一夜沒漢子也不成的 背地幹的那簡而 人幹不出 她幹出來 當初在家 把親漢子用毒藥擺死了 跟了來 如今把燕門也吃她活埋了 龍的漢子烏眼雞一般 見了燕門便不待見 還要數下 把親漢子毒死 是啊 她說了這個 搞到更加惹人厭 那極了 那極了沒事 那就再給人 擺明有一個矛頭 就是針對潘金蓮 潘金蓮還要是 可以說是當淡的時間 那你要搞些什麼 唉 好 今天就 輪到潘金蓮校了 月亮到 也沒見你 她前邊使了丫頭要餅 你好好打法與她去便了 平白又罵她枕的 宣說我道 我罵她禿也核也來 那極 這丫頭在娘房裡 著緊不聽手 厭沒曾在造上把都背打她 娘上且不言語 可可今日輪到她手裡 便驕貴的者等了 正說著 只見小玉走到 說 五娘在外邊 笑傾 今年進房 望著雪我雪到 比如我當初擺死親夫 你就不肖叫漢子取我來家 省得我霸難著她 撐了你的窩兒 論起春梅 又不是我的家頭 你氣不憤 還教她服侍大娘就是了 省得你和她合氣 把我且在裡頭 哪個好意死了漢子嫁人 如今也不難的勾當 等她來家 與我一子休書 我去就是了 月亮到 我也不曉的你門底事 你門大家省言一句而便了 宣說我道 娘 你看他嘴似淮雄也一般 除問誰也便他不過 明在漢子跟前出蝕兒 轉過眼就不認了 依你說起來 除了娘 把燕門都念 只留著你罷 那五月亮坐著 由著他那兩個 你一句我一句 只不言語 後來見馬起來 說我道 你馬我奴才 你便是真奴才 遣蝦兒不曾打起來 月亮看不上 使小玉把雪 我拉往後邊去 這潘金蓮一直歸到前邊 卸了農莊 洗了脂粉 烏雲散亂 花蓉不整 哭得兩眼如徒 躺在床上 到日西時分 西門慶廟上來 就著四兩珠子 進入房中 一見便問 怎的來 潘金蓮是偷聽的 這個呢 真是可以看得出 第一就是看得出 潘金蓮的心計 那同樣都是向別人哭訴 潘金蓮會選很多 哈哈 而且呢 他不是做這樣哭訴 他呢 又是用回 即是 他兩個人鬥嘴一下 已經見到 根本宣說我 就不是潘金蓮那一塊 然後呢 潘金蓮還要在哭訴之前 做定了樣子 擺定了姿態 給人拍照 哈哈 哈哈哈哈 即是呢 一哭二鬧三上吊 完全就是講這些做法 我就 先先回去 先卸妝 洗了脂粉 烏頭就散亂 化容不整 哭到兩隻眼好像好一樣 倒在床上 嘩 而當時呢 西門慶剛剛答應了 潘金蓮買些首飾給他 嗯 回到來 看到這樣的樣子 心痛了 而且呢 女人這些事情 一哭二鬧三上吊 現在還沒去到 上吊 是 哭 哭完之後又怎樣 忧我 就是出這招 是啊 他們之前在吵架 已經在說這件事 你不喜歡就忧了我 現在人家正當 情勞密意之時 這個不就是反話啊 是啊 所以兩個哪有得鬥呢 是啊 完全不是同一個水平 啊 聽完之後 西門慶 婦人放聲號哭起來 問西門慶要休書 如此者般告訴一片 我當初又不曾圖你錢財 自任跟了你來 如何今日教人者等欺負 千也說我擺殺漢子 萬也說我擺殺漢子 沒他頭便罷了 如何要人房女丫頭服使 吃人子罵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 聽了時 三師神暴跳 五臟氣衝天 一陣風走到後邊 採過雪鵝頭髮來 盡力拿短棍打了幾下 多虧吳月亮向前拉住了 說道 沒的大家省歇事而罷了 好交你主子野氣 三師神暴跳 五臟氣衝天 哇 這句話 你解解了 三師神是什麽呢 道家的傳說說人有三師蟲 那些三師蟲就會影響人的性格 還有呢 就是會令到人沒有辦法永生不死 其實這裏說他是三師神暴跳 其實就是說他當時是火衝天 五臟呢 其實人的五臟是歸五行的 總之五行的氣全部衝上頭頂 大家可以想一下當時發生什麽事 他基本上沒有正常思考的能力 就去發脾氣了 我想像到一個紅色的頭 是 沒錯 其實呢 可以參考一下一齣卡通片 叫做Inside Out 香港也做反轉老朋友 其實這一齣片裏面 有幾個角色是控制住個人的情緒反應 裏面有一隻紅色叫Anger 大家可以想一下他的樣子 在這個時候等同是Simon的樣子 在這個時候 那時候呢 宣說了 嘩嘩在場面 真的不懂得做 很興奮來到 一聽就聽到 嘩這一下子有辦法不打 一手扯著他的頭髮 接著拿多一支短棍 短棍啊 不打他幾下 嘩 相啊這下應該相啊 西門慶便道 好賊歪辣落骨 我親自聽見你在廚房裡嗎 你還搞錢別人 我不把你下節打下來也不算 看官聽說 不爭今天打了孫雪鵝 管教潘今年從前作過事 沒興一齊來 正是 自古感恩並積恨 萬年千載不生塵 當下西門慶打了雪鵝 走到前邊 波盆住了今年 就中取出廟上買的四兩珠子 遞與他 婦人見漢子與他做主 出了氣 如何不起 游是要一奉十 寵愛越深 不過呢 如果我們反過來看 你說對家庭的貢獻哪個高些啊 那你管著廚房 管著全家人吃飯的健康安全 對家庭來說應該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人物 對家庭來說 對家庭的貢獻會比較高些 但是 誰得重 始終這個是將 所有 將每一個人的榮辱 都是於一個人的 庫戶身上就會出現這些問題 全部 只是看西門慶的面色 其實就是 是啊 基本上 所以 懂得做人的那些 很容易可以利用西門的起戶 來 讓西門幫他做到一些事情 結果 宣雪國就捱打了 這裏一段 然後 這本小說 基本上 每一張都有兩件事 最少都 嗯 第二件事 就輪到 花子虛家裡 擺酒 請吃東西 好了 這一集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科研史書 金瓶